新年港度有限电视捐赠二手电脑 对受赠单位新路基金会来说 无疑是一份大礼 因为目前高雄分会学员可以使用的电脑有限 如今多了这些电脑 不仅能让更多的学员上网学习 也增添了和外界连接的机会 走到旁不到一平大小的空间 这里是新路会馆的电脑区 摆在两台电脑 这可是许多成员们和外界接触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那这个部分其实对他们而言 算是年轻人嘛 其实休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心就是电脑 那有这个区块 其实让他们的生活比较不会那么的无聊 那当然在我们这边的一个会馆服务 电脑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那但是使用频率其实还蛮高的 还蛮多我们的智能障碍的青年们 就很喜欢就是来这边使用电脑 不论是上脸书或是在网络上搜寻想找的网页 学员们聚精会神的盯着一幕 用心程度连社工们都很难想象 而青年港督得知基金会的需求 发起二手电脑召集令 除了展现爱心外 更重要的是让更多学员有学习的机会 那当然有一些新的电脑对他们而言 其实能够让他们在使用上更为便利 然后也会其实在使用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帮助他们其实还蛮多的一个学习的 谢谢说我们在地的企业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回馈 让我们的青年有机会跟一般的青年一样 就是他们也可以运用电脑 然后可以透过网络的这个世界 可以无远佛界可以跟世界接轨 透过电脑学员可以放下智能障碍的包袱和外界产生连结 进而提高学习能力 而捐赠现场摆满各地募集而来的二手电脑 对于新路来说 无疑也是创立25中年前夕一份大礼 港东新闻王寺王少宇采访报道 对于新路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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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